在基隆朝靖公園失聯的潛水客 24號清晨6點多找到了 乘著雨傘的家屬得知消息後 趕緊到場 23號下午4點多 一名24歲的周姓男子 到基隆朝靖公園 防波堤外潛水捕魚 沒想到之後 家屬卻遲遲聯繫不上人 到了晚間7點多 家人到現場只看到周姓男子的機車 卻沒看到人的踪影 連忙報警求助 搜救人員在海面上不斷尋找 甚至拍出空拍機擴大搜索 一直到今天清晨6點20分 在汪幽谷案記 發現一名明顯身亡的男子 浮在海面上 而他就是失聯的潛水客 分屬人員於現場巡獲失蹤者大體 本案接續由基隆市警察局 第二分局八斗指分住所 報警基隆地檢署 辦理香宴事宜 搜救人員救起男子時 發現他穿著潛水防寒衣 卻沒有背氣瓶 也沒有發現面鏡和呼吸管 疑似是被海浪沖掉而掉落 這名周姓男子平常就喜歡潛水捕魚 臉書有許多和漁獲的合照 過去都是和朋友一起來潛水 而這次卻是自己一個人 不過怎麼會突然溺水 還有帶香艷 釐清死因 鐵皮的新聞劉新葵 陳家彤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字幕製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